張天佳 張天佳 每一次表演我都覺得 他有很特別的地方 那時候很多地方他們其實沒有提供樂器 所以我就開始去尋找這個紙箱當作替代方案 然後使用過行李箱 然後把家裡打破了好幾個垃圾桶 他們要展開一個音樂的時間 大家可以來聽看看 他們要用手邊所有的樂器變成音樂 去邀請這些跑者 跟他們說 我們要跟一個天才的音樂家 能幫助各位能成為天才的音樂家 我們一起在路上敲出你的靈魂 這是我第一次一邊運動 一邊去做打擊或是一些表演 他非常的能夠帶動大家的士氣 阿里青森是一個不跑步的人 我們有二十位跑者 這二十位跑者是不了解音樂的人 不跑步的人 然後跟不了解音樂的人彼此合作 一起在路上帶給這個城市音樂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這些人他們是不同的職業 有些是建築師 有些是音樂 也是對音樂有興趣的 有些是外星人協會 就是各式各樣 這個社會上不同的行業的族群 讓他們一起來實驗看看 拿著一些我的道具丟給別人 我一開始是覺得我們應該就是在製造噪音 不用說我要多厲害的技術 多厲害的學習背景 1 2 3 4 3 然後表情稍微淘汰一個 大家一直唱好不好 我以為他是照音 但我發現他有節奏之後變成一種旋律 而那個旋律會讓你很 很享受其中 很多人他們發現了自己的潛能以後 慢慢的在自己我講的東西之上 又可以加上自己的一些變化 我覺得這東西非常的有機 所以當我一開始 試著要讓大家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它是一個種子 大家會長出不一樣的花 長出不一樣的樹 這個城市最棒的一件事就是 互相欣賞 我們吸引了很多路人圍過來一起 想要知道這群在做什麼 ожrene的青그래 這個表演讓很多路人都一起參與其中 既然有人帶著他的大提琴 在路邊等會 等我們,要跟我們一起合奏 我蹭 rikt i 嚇呆了 他還說怎麼會 就是說我們終於遇到直隱 當我在表演的時候 有些人他感受到我表演的熱情 感受到我的韻律 感受到我的節奏 然後加入我的表演 能夠讓人家感受到這些熱情 然後讓人家願意跟著我一起 沉浸在這一個世界裡面 我覺得是非常快樂非常開心的事情 是跑了一個音符五公里 是有點長的 可是跑完的時候大家都說 哇已經結束了 大家是隨著那個音符 跟那個敲擊在每一步當中 都會忘記自己因為他已經移動這麼遠 我沒有 我覺得 Adventure就是一定要一群來做 要一群人互相去欣賞彼此的冒險 Adventure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就是去尋找不同的可能性 去嘗試到我可以做到的不同的事情 Adventure最棒的地方 你沒辦法去預設結果 而中間的所有的意外 都是最棒的結果 要求驚醒 但是他還是要從這個角度 我沒有辦法去選擇 我可以選擇 幸運 那是最棒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